当地时间11月17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曼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习近平指出 今年中日双方共同纪念了邦交正常化50周年 50年来双方先后达成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共识 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给两国人民带来重要福祉 也促进了地区和平发展繁荣 中日互为近邻 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 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也不会变 中方愿同日方一道 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习近平强调 双方应该以诚相待 以信相交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总结汲取历史经验 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发展 将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体现到政策中去 历史 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 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 必须重信守诺 妥善处之 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 也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习近平强调 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 双方应该相互尊重 增信事宜 在海洋和领土争端问题上 要恪守已经达成的原则共识 拿出政治智慧和担当 妥善管控分歧 双方要继续发挥地理相近 人文相通的独特优势 开展政府 政党 议会 地方等各渠道交往交流 尤其要着眼长远 积极开展青少年交流 塑造相互客观积极认知 促进民心相通 习近平指出 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 要在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财政 金融 医疗 养老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等方面 加强对话合作 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两国应该着眼各自长远利益和地区共同利益 坚持战略自主 牧林 善林 抵制冲突对抗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共同把亚洲发展好 建设好 应对全球性挑战 岸田文雄表示 去年十月我们成功通话 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达成一致 目前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正在逐步恢复 日中作为近邻 互不构成威胁 需要也应该和平共处 日本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 反之也同样 日方欢迎中国通过自身发展 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日中合作拥有很大潜力 两国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繁荣负有重要责任 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实现日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台湾问题上 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中作出的承诺 没有丝毫变化 我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沟通 共同引领日中关系的正确方向 双方一致同意 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 增进政治互信 推进务实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 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合作 共同致力于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 丁薛祥 王毅 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会见